大家好,随着这两天滴滴打车事件闹得飞飞扬扬的 女性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,其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从开始呢,就有请我们的黄教练 给我们讲解一系列的女子防身术 大家好,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当女性朋友们走的时候,包被拽进了怎么办 当女性朋友们在外面走的时候,有人拍起肩膀 你要做出迅速的反应 第一步脱包,第二步用包捕住歹徒的脸 第三步,随随随去攻,对方下敌 今天讲的东西,大家学会了吗 本身在当今的社会中,女性就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今天教大家的这一招,在某些情况下会对歹徒造成一定的危害 但是大家要记住,不要跟歹徒应不应 毕竟,歹徒如果是男性的话,女性还是会吃亏的 所以说,一有机会,还是以逃脱为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 感谢大家